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外边有一个人要求见 徐宁这者真想说一句 谁我也不见 可是又一转念 得问问是谁来了 徐宁说外面是什么人要求见我 大官人 外面这个人他说跟您是亲戚 他说是您的表弟 姓汤叫汤龙 人送外号金钱报 哦 徐宁一听是汤龙 这得见 尽管说徐宁把家川质宝给丢了 但是丢了家川质宝 那也不能六亲不认了 这是正经亲戚 自个的表弟来了 又是多年未见 徐宁说快快替我邀请 说话间 徐宁就来到自己的待客厅 这个功夫汤龙 就跟随他的家人进了客厅 汤龙一见金江将徐宁两个人 先是寒暄一弯 哎呦表兄 汤龙啊 你这是从哪里来 哎呀 别提了别提了 小孩没娘提起来话长啊 咱们坐下慢慢说吧 徐宁马上让汤龙坐下 命人给气上茶来 表兄那两个对面坐稳了之后 徐宁就问他 我舅舅去世之后 我曾经派人打听过你的消息 听说你不在陕西延安府了 那你跑哪去了 这几年 我一点你的信息都没有 哎 小兄啊 跟你说吧 我爹死了之后啊 我在延安府待着 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想自个儿啊 闯荡闯荡江湖 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最后 我是没头的苍蝇瞎撞 东一头西一头 撞来撞去 我就撞到高汤州去了 撞到 饭门都找不着了 最后实在没辙呀 就在我们家那 开了个铁匠炉 哎 对付着维持生计 所以正因为我混得不好啊 我也没脸来见你 可是心头间 有一件事情一直放不下呀 这是我爹临死的时候啊 嘱咐我的 他呀 给你留了两条金子 我爹说呀 你表兄啊 那不是一般的人哪 将来呀 你要投靠你表兄 让你表兄啊 给你找个什么事做 另外你表兄 有一身好武艺 学家的勾连枪 那是别人都不会的 你一定要跟你表兄 好好学这功夫 我呢 想把我自个儿混得大把金刀的 我再来见你 可是现在我一看呢 要混成大把金刀啊 十年八年达不到 我爹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我爹的遗言 我不能违背呀 所以今天呐 嘿 我就到这来找你 这个东西呢 我得交给你 说这话 一伸手优打 怀里边 就掏出两条金子来 蒜条金那叫 这两条金子 可不是他爹留给虚宁的 这是在梁山上 军师无用给他的 告诉他 你就以这个口气交给他 两条金子拿出来 往桌子里一放 瞎见没有 你不要把它收下 真将将虚宁 一看这两条金子 哎呀 舅父生前 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孝敬 老人家死后 却给我一留下这两条金子 我溃灵此物啊 哎 咱们是致敬的亲戚呀 那我爹把话都说出来了 人已经死了 这东西你要不收 那对得住死去的亡灵吗 好 虚宁说 既然是 舅父对我如此厚爱 那 我就把这两条金子收下 今将将虚宁 把这两条金子就收下 收下之后 马上吩咐手下家人 在饭堂里边 准备酒席 我要跟我的表弟在这里痛饮一回 时间不大的功夫 酒饭准备好了 这可就是晚饭了 徐宁呢 就让汤龙倒在饭厅里边 两人对坐饮酒 在喝酒之间 汤龙就瞅着 徐宁啊 这个面色不好 汤龙心里边明明白白的 他燕灵假丢了 徐宁那个心情能好吗 现在徐宁面对汤龙 而是强压住内心的不快 故作欢喜 跟汤龙喝酒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之后 汤龙把这个酒杯就停住了 表兄啊 您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啊 啊 我没什么事啊 先帝来 咱们喝酒 不 表兄 兄弟我创当江湖这么多年呢 哎 人情势力呢 还是比较通达的 据我观察 表兄 您家里边肯定出了点什么事 您这个面部表情上已经带出来了 咱们是至今的亲戚啊 您可别瞒着我 能不能跟我谈谈 哎 表弟啊 跟你谈也没有用 咱们还是喝酒吧 别 我这人有这毛病 我要看见谁心里有事 要不跟我谈明白了我 就好像我心里有事没说出来一样 你得跟我说 要不然这酒我不喝了 好 既然你要让我谈的话 那么我就跟你说 你知道我们家里边有一件船家之宝燕灵甲吗 啊 知道知道 上回我来的时候 你还给我拿出来看过呢 对 这个燕灵甲 丢了 这汤龙故意的做了个惊诈的姿态 哎 那怎么丢了 那个东西得好好地看着 是啊 我看他够精心的了 我把他绑在我睡觉那屋子的房梁坨上 天天都能见到 你说这个东西还能丢吗 他居然就丢了 什么时候丢的 就昨天晚上 嘿 你瞧我来这个巧劲 怎么丢的呢 徐宁就把丢失燕灵甲这个过程 跟汤龙讲了一遍 讲完了之后 徐宁就跟汤龙说了 我看哪 这是我们家要败运的 船家之宝这一丢 我心里边非常不痛快 不过兄弟你来了呢 我也很高兴 可以把我这个烦躁的心情呢 给我充断一下 呗呗呗呗呗呗 大哥 我问你 你那个燕灵甲 在什么东西里面装着 那回来给你看 你忘了吗 就在一个红色的羊皮匣子里面放着呀 装燕灵甲这个匣子 我一直没变 啊 红色的羊皮匣子 周围那四个角包的是黑云子头 啊对呀 那个羊皮匣子表面 好像还画了一个狮子滚绣球 对不对 是啊 你好脑子 好几年了 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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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年 我记得那么清楚 我看见了 你在哪看见他 就我来的路上 你快说 徐宁听到这里 当时把那眼睛瞪起来了 那目光里面 那光亮都闪出来 你看是什么人拿着的 啊 别着急啊 别着急 我好好想想 离东京便凉三十里地吧 也就是三十里地 那有个镇子 我在那个镇子 我住去了 住到店房里边 早晨起来 那是我吃早饭的时候 吃早饭的时候啊 有一个住店的 这个人呢 个子不高 长得干瘦干瘦的 谁没输眼呢 那眼睛的鸡咕咕咕乱转 挑了个挑子进来 当时我就看见他那个挑子 一头啊 是行李卷 另一头 就是这个羊皮箱子 我为什么能记住呢 我觉得这个人 那个穿掌打扮 挑这个挑子 他挑这个行李卷 跟他这个身份还符合 挑那个羊皮箱子 跟他这个身份不太符合 尤其那个羊皮箱子 制作的非常别致 跟一般的那个匣子不一样 而且我吵着那个东西呀 我有点眼熟 当时我没想起来 是你装眼灵甲的东西 这头好几年 我见了那么一眼 你说我能记得那么清楚吗 我就觉得 我说这个人 那个匣子里边 我说是装的什么东西呢 他呢 坐在那里也吃饭 我吃完了饭呢 往外走的时候 我就问他一句 我说 这匣子是你的 他说啊 是我的 我说你这个匣子是装什么的 他说哎呀 我这个匣子 这是兵家装甲咒的 我说哎呦 看来你是练武的 他说哎 我不是练武的 他说我们家有亲戚是练武的 我说你现在里边还装甲咒啊 他说不我现在里边装破烂 什么裤衩啊 什么上衣啊 什么裤子啊 都在那里头呢 我听他说完这些话吧 我也没太留意 然后我就出来了 这个事啊 我就忘了 今天 您跟我一提这个事来 我又想起来了 徐宁说这个人 你问他叫什么没有 我没问呢 素项是我问他就要干嘛呀 他长得什么样 你能说出来吗 我能说出来呀 这个人长得跟别人不一样 个儿比较矮 干瘦干瘦的 穿着一身青 我丑那意思啊 就不像个好人 对呀 他是个盗贼呀 那他上你家里 把这个家给偷走了 就是啊 你想想 他奔哪个方向去了 这你知道吗 我想想 哎 表哥 我在那吃完饭往外走 他进屋吃饭 大概就住在那店里了 我瞧那个意思啊 他从外边一进屋 是从东京汴梁那个方向走过去的 那肯定啊 他要向东京汴梁相反的方向走啊 顺着我来的这条路就追他 就能追上 好 表弟 你是我的贵人啊 这是神差归使天派你到我家中来了 这个盗甲贼被你发现该招的事 表弟 那就辛苦辛苦你 咱们哥两个有什么话 有什么事 等我把这个燕灵甲追回来之后 再回来再办行不行 你跟着我一起去追那个贼 那 好 表兄 我知道 这个燕灵甲 是你们家里的传家之宝呢 也是无价之宝 那我跟你走 好 徐宁说王安板干嘛家里 这徐宁马上站起身来 倒在楼上告诉自己的夫人 说这个燕灵甲已经有驱逐了 我表弟这一来 发现了一个倒甲贼了 他夫人一听这也高兴啊 马上告诉徐宁 你就快追去吧 徐宁下完楼之后 一见汤龙 快点跟我走 汤龙上班 这一夜的功夫 咱未必能追得上他 如果那小的住在那个店房里面呢 三十里地路程 咱们倒在那个店房里面 把他堵窝掏 就把他掏住了 如果那个小的不住那店房里面 他继续往前赶路 咱们就随后跟着追 这样的话到明天 你要回不来 你这皇宫内院里面的公事 他怎么办 徐宁说 对 表弟 你可真是个细心人 替我都想周全了 马上徐宁一转身 又告诉自己的夫人 说如果明天我追着燕灵甲追不回来的话 你派人到皇宫内院给我请假 就说我有病了 夫人一听 记下了 徐宁这就下来 徐宁泪下 跨着一口腰刀 跟着汤龙两个人 连夜出了自己的家中 出了东京汴陵的城门 就追下来 半夜的时候 三十里路 就赶到了汤龙所说的这个镇子 到了这个镇子 就到了这个店房 半夜砸门 这一砸门店里面掌柜 就马上把这个店房门就开开了 一看这二位是半夜投诉 就问那二位 你们是从哪来啊 徐宁说 你就甭问我从哪来 我先问你 你这个店里面住人没有 掌柜就说废话 我这店不住人 他住什么呀 我这店里面住的都是人 探龙在旁边说 哎 掌柜的 我就问你 今儿早晨起来 进来一个人 挑着个挑子 一头是行李卷 一头是个红色的羊皮匣子 这个人在你这住下没有 掌柜的说住下了 哎 好 住到哪号房了 我们就找他 住到哪号房了 住到七号了 好 我们这就奔七号 你慢 二位 你二位跟他们是一世吗 啊 我 啊 对 我认识 认识也不行 你们这朋友啊 他走了 啊 走了 他不住到这了吗 现在半夜 他半夜就走啊 嘿 我还跟您说 您忘了吗 他是早晨起来住进来的 住到七号房里边 他就睡了一觉 过五啊 他挑着挑着就出去了 跟我们结了仗了 他说走 他忙着赶路 哎哟 这怎么办 咱们还住下 徐宁一听 徐宁说 咱们住下干嘛呀 咱们这一住下 那个小子不就跑远了吗 咱们得跟着脚子追呀 咱不住了 接着追 好嘞 掌柜大 对不起 抱歉 我们两个还得追他去 一转身 俩人顺着大路又跑下来 掌柜的半夜 让他二位给砸醒了 然后这店没住又走了 气得掌柜的 瞅他俩后背 心想这俩是疯魔 哪有这样的 掌柜的把这个店房门又关上 金枪将徐宁 跟唐龙两个人继续往前赶路 走了一夜 天亮了 又到一个店房 到这个店房 唐龙脉步往里就走 就打听掌柜的 掌柜的 你这个店房里边住过一个人吗 掌柜的问什么样的人 挑这个挑子 一头是行李卷 一头是红色羊皮箱子 掌柜的说 这个人呢 没来过 没来过 咱再打听打听别的店房 又找一家店房 到这家店房一打听 掌柜的一听 好有这么一个人住到我们这了 什么家住的 昨天晚上住的 哦 昨天晚上住的 这回行了 他住哪号房 住八号房 八号房 现在我们要见他 您别忙 他半夜走了 金枪将徐宁一听 这小子看来是连夜的往前赶路 他就怕我追上 唐龙说表哥呀 这可没别的 为了找你这个燕灵甲 您就得付出点辛苦 这叫我咱也别睡了 咱继续赶路 徐宁说对 赶路 又往前继续赶路 又走出来那么二十多里地 又到了一个镇子 到了一个镇子之后 先找了个店房 这唐龙让徐宁住下 住下之后 这回又找着掌柜的 掌柜的 有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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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 你见着没有 掌柜的说见着了 他刚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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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